目前正值暑假 學生檢查視力配眼鏡也進入高峰期 那麼檢查視力需要注意些甚麼 我們又應該怎樣科學用眼 預防近視呢?去了解一下 在市內的一間眼科醫院 記者見到不少家長戴著小朋友 前來驗眼和配鏡 眼科醫生介紹 暑假以來 眼科門診的患者增加了將近五成 主要以近視的青少年群體為主 隨著手機、平板等數碼產品的普及 加上學習任務的家蟲 更是困擾著越來越多的青少年 醫生建議為了及時了解 小朋友的視力發育情況 家長可以幫小朋友建立鬱光發育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 就可以更加客觀地 從這些數據方面去分析 小朋友近視加深的原因 加深的情況是怎樣的 速度是怎樣的 等你明確是甚麼時候 需要回來複查這個視力 需要做哪一方面的事來控制近視 比如說用眼疾管方面控制 還是需要配角膜上鏡 或是其他近視防控鏡片去控制近視的增長 屈光發育檔案是通過定期記錄小朋友的身高、眼燭、角膜曲率、眼壓、屈光狀態等 來判斷小朋友的視力發育情況 形成近視預防和監控系統 小朋友驗光的話 我們建議最好就是一年兩次 為甚麼要按這個頻率呢? 因為短時間之內 一兩個月 甚至是三四個月之間 它的度數不會有明顯的增幅 甚至是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一年兩次的話 半年差不多 腹測一下視力 和腎紅驗一下光的話 就可以監測到 小朋友的眼族的發展 和度數有沒有增長感的情況 預防近視 除了做好監控之外 良好的用眼習慣 和生活習慣 也必不可小 一般二、三都會嫌疑 你不要人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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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你不要人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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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控制住自己的时间 然后要多去外面走走 一定的时间内就要休息一下 然后多运动吧 就是这样子可能会 就控制的好一点